Odia Jungle 一集团军谋屡高效率、高质量组织权屡新闻骨干集训、获得官兵胜赞、制度克、名标准、力导向本次集训就是要健全队伍、明确责任、讲清标准、教授方法、用实实在在的干货、练出实实在在的战斗力。 集训、在旅政治工作部主任高翔的动员部署中拉开大漠、各部政治协理员、政治工作部各科科长、各营教导员、副教导员、各联指导员、新闻报道员与会听讲。 会上,高主任重点强调了每日通报、每周讲评、每月评比的新闻讲评制度、每周组稿会、每月技能培训、每季度骨干集训的新闻骨干培养制度、主观主抓主则、积分量化统计、骨干绩效问责的新闻讲成制度等三项硬性举措,并进一步确立了以政工干部为主体的旅营。 连三集新闻骨干网络,彻底告别了新闻骨干单打独斗的尴尬局面,立起了鲜明导向、协作客、抠细节、打击处范文出稿、人手一份、台上台下便讲便改、一字一句抠细节、一点一滴学方法、宣传科干是富豪。 基于作家叶正陶的名作,雷锋是战士一门,带领全场官兵紧随大文豪笔触,进行了一场蜿蜒坎坷,一波三折又直抵心灵的文字之旅。 大文豪的文章也是一遍遍,改出来的,跟着富豪市边学边改,从一篇大文改到名作。 方法有了,信心有了,我想我也可以。 该吕某连新闻报道员陈宇林激动地说道,采编客、挖线索,提质量台上金句不断,台下掌声叠起。 五星电视台记者朱颖华结合自身多年新闻工作经验,紧贴基层官兵实际需求,为官兵献上多元化挖掘,沉浸式思考,故事化撰写,常态化学习四大采编法宝, 为新闻报道员进一步提制增销打开了新路子,新闻就在身边,线索稍纵即逝,懂生活才能懂新闻,有故事才有好新闻,感觉写好一篇新闻也没有那么难了。 该吕某连指导员后路这样说道,管理客,抓长期,与人才骨干集训热一时,自抓自训管长远,该吕某营教导员刘洋紧密围绕,基层如何培养使用新闻骨干。 提出了任务牵引,自抓自训,定点帮抓,关爱激励的创新招法。 作为历任宣传干事,宣传鼓掌,宣传科长的老宣传,刘教导员紧贴新闻工作特点,与基层新闻骨干工作实际,深入显出,真切走心,新贴新出谋划策,赢得全场振振掌声。 我将拿出务实举措,主动为新闻骨干协调时间,器材,创造有力条件,加强关心关爱,坚持鼓励帮带,借助新闻报道工作培育正工人才。 该旅某营教导员车保明这样说道,课后,该旅还进一步组织了新闻线索汇报,现场约稿采编,当场制定计划,禁一,拒制公关,群策群力,为下部传承红色基因,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新闻报道多点并进,全面开花奠定了坚实基础,来源中国陆军,ID,ARMY81CN作者郑博西孙俊杰, 看期,2018-07817本期编审,钱小虎值班编辑,韩子